公共政策網路討論論壇 其實他們有提這個grants對不對 所以如果有想要更多 因為三分鐘實在太短 有更多資訊的話 可以到grants.g01.tw的提案去 可以看到他們的比較完整的討論 比較完整的提案 然後也講一下 其實很多人 就G01社群這四年來 很多人都想要做 有點相關有點類似這種 公共政策理性討論的平台 那在四年前就有做這個鄉民關心你 也是一個規模宏大的一個大的計畫 但是後來也就沒有了 做了很多mark up 然後很多user story 那也許公共政策討論這個論壇 可以參考一下當初留下來的各種開源的文件 那如果覺得好用直接拿去用 就是開源的生態 就是先人死在沙灘上 後人趕快撿去用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然後我們是一字一有maintain matching專案 然後就是我們主要就是 因為現在大學生很多就是不太確定自己會來執壓方向 然後或者是知道 可是卻不知道怎麼去更了解 然後我們就設計了這個專案 然後就是有需要的大學生就來到我們的年慶 然後參加我們的計畫 然後之中就還有 就是我們就結合史丹佛Design Your Life的課程 然後呢 讓他們就是 可以跟我們的mentor有一對一個對話機會 然後也更了解自己未來想要做什麼 或者是要就是 修商知道自己未來要做什麼 然後也呢 就是更了解那個現在的職場 然後最後也可以就是如果他們想要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的mentor做一對一個長期的互動 或者是對話 然後我們已經做了 做到第五屆了 然後每一屆都有工作團隊 就是我們會開會討論 然後讓計畫更符合大學生需求 那 好 然後我們就是 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希望之後能做到全台大學在中的使用 現在我們的mentor就是只能 因為工作團隊的關係只能遭受到 東海跟商事大學生 然後 所以我們希望 就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官網 可是不是很穩定 然後我們希望能找就是那個網站工程師 其實就是前端後端的 然後裡面功能大概就是mentor 你們都可以在上面註冊 然後也可以幫助我們宣傳 然後工作人員也可以登錄 對 然後第三個的部分就是 希望就是他們也能在上面上傳作業 然後 我來電話一下網站 就是我們就 我們已經做到第五屆 然後我們其實有 就是有報名的mentor 已經有大概六七十位 可是因為我們平台一直沒有很穩定 然後我們找學校的學生幫忙做 我好緊張 對不起我是初心者 然後那個 就是那個 因為 你可以我把它拿出來嗎 就是 我們有一種平台 可是因為平台一直沒有很穩定 然後出色產會有一些問題 但是我們找很多mentor 然後有 大概七十位的學生 有做過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服務 然後我們希望可以找到 有人對網站 或是後台有興趣的可以幫助我們這樣 好 謝謝 好 第一次來參加就上台報告 我們給他放開手